而且更特别的是 他可是非常勤 跟网友分享环保观念 先来看他怎么做 我们也常常一不小心 就把垃圾丢到不该丢的地方 好痛 但是到底哪些垃圾可以被回收 哪些没有办法呢 影片中这名长相清秀的正妹 活泼分享环保议题 口条超清晰 吸引139万人次观看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聊聊环保吸管 在我开始跟环保产生共鸣后 我开始认真的思考 有什么方法可以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 让更多人接触到环保这个巨大的议题呢 不过很多网友都说他长得很像 日本女星广莫良子 两人都有一双迷人大眼 高挺的小鼻 薄薄的嘴唇 曾经就读北一大美术系 还是个乌拉奎混血儿 推广环保吸管五个月 哈啰 哈啰 我是在网友上有私讯 你要推广减速计划的YouTuber 不但拍片深导环保概念 他还一家家拜访早午餐店 推广环保吸管 成功说服十佳早午餐店 放弃使用塑胶吸管 请问你们了解环保吸管吗 然后就有店家就会接受 哦不要 或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蛮多人来推销东西的 可是她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生 而且重点是她很可爱 然后就想先听她的概念 她的理念 没事就好 政府2018年推减速政策 环保正妹大力宣传 清新可爱的样子也让严肃的 还有这位神似日本艺人广莫良子的正妹 在这个粉丝专页上说分享了自己所拍的影片 教大家减速来使用环保吸管 结果吸引了四万多人来按赞 我们连线给记者蔡惠君 惠君 相信大家都看过一个影片 还未必控插着一根塑胶吸管 扒出来的时候血流不止 看了非常心疼 不少人倡导改用环保吸管 网路上就有一位神似日本女星 广莫良子的正妹金金 在脸书创立粉丝业惊于闹 粉丝逼近四万人 自己拍着影片推广环保吸管 现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两种环保吸管 分别是不射钢吸管 玻璃吸管 除了这两种 今天我还会介绍到比较特别的主吸管哦 不受钢的吸管 又可以分为304不受钢 跟316不受钢 金金就这样一个人 在台北街头取景拍片 然后回家用简单的 剪接软体制成影片 内容包括介绍环保吸管的种类 还教大家做资源回收 她还足以拜访双北市各大早午餐馆 成功让不少的店家改用环保吸管 听真没说错号由来 是因为她记忆跟鲸鱼一样 只有7秒 不坏了的事情很快 就光光光 粉丝专业金鱼脑也是因此得名啦 而且金金不只长得很可口 长得很可人 唱歌也很好听 甚至还会画画 等等等等 把这大家可别模糊焦点 金鱼脑之所以创立短短4个月 就行以4万多人去按赞 不是因为金金的外貌 而是她所推广的环保理念 为了推广环保 大三就休学着她一脚踏入拍影片的世界 自立自强当起YouTuber 最刚开始会想要做其实是被一个叫做台客剧场的YouTuber所影响 在这边每一天累积了40吨的一般回收 就想要把环保这个议题用就是蛮有趣的方式包装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议题 也是会想要如果用自己的力量可以去改变越来越多人 拍完之后就慢慢发现不只是身边的朋友 甚至一些开始不认识的人也有在关注 然后就蛮得到一些可以继续下去的动力吧 就陆续每个礼拜都推出 可是之后实际上拍摄了我就是拿着这一台然后自己出去拍 有的人而已 没错 然后剪接 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弄 这么做的 那那些后置那些都是你懂的吗 对 其实一个人拿着相机 然后出去在外面对着相机自言自语 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感觉一开始对我来说当YouTuber还是要有点脸皮 我拍了一两支影片之后 我也开始思考说有没有什么事除了拍影片之外 我实际可以去做的 因为我是有在推广环保吸管的这个东西 经过思考就是觉得想要针对餐饮业去推广 那那时候有就是宣定早午餐这种餐饮的行业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跟他们推广环保吸管的使用 有了初步想法的金金花了两个多礼拜 走访20到30个双北早午餐店 却被不少店家误以为它是推销环保吸管的业务 因为许多早午餐店家是连听都没有听过环保吸管 到现在慢慢我也越来越懂得怎么跟他们去 呃 这样 就是介绍给他们这个东西 我主要并不是想要去伴授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是一个推广目的 让大家更了解这个东西 黄天不复苦心人 目前有八间店因为金金的推广 全面改换环保吸管 一起为地球尽一份心理 也有许多网友都留言点赞 跟着金金做环保 甚至连环保署都邀请她分享经验 很多很多 就是其实满感 几乎都很感动了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金金的频道 认识各式各样的环保吸管 和金金引起环保爱地球 我祝你 先回中新台报道